好,大家这个中午好 那我们就开始这个周末的一彩学院的课程 先说一下这个市场 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观点 那么今天市场又是一个 就是应该说今天早上算是载幅的震荡 落在创业版 我们就说从创业版先开始讲 就是落实落在创业版 那么创业版呢 早上跌了百分之这个就是零点六七 然后指数呢又还是打的低点 那么在创业版里面呢 就是主要就是赢得时代 一位理能啊 这些这个就是包括东方财富啊 这种偏创业版里的权重赛道的品种 对吧 是贡献了这个负反馈的 就是其实就指数的下跌 他们是贡献的负反馈的能量 那么我们先从最弱的讲起 最弱的讲起 那么创业版指数今天还是一个 这个就是 调整破了一个低点了 对吧 那么 60分钟上 等于说这个底背里还是没有形成 然后呢 30分钟上 看看下午能不能形成二次经差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我为什么先把这个落的指数跟大家讲 对吧 就我说下午看看能不能在这个 30分钟指标上形成一个两次经差 好 那理由是什么 那我们就翻到今天 逆势 就是今天表现最好的 这个科创版 50指数上 对吧 那么科创版50指数实际上它已经率先开始反弹了 而且呢 这个30分钟上今天有个跳空缺口 也没有回补 对吧 就30分钟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上 对吧 60分钟上实际上也是什么 就是底背里的这个就是运行已经很明显了 就底背里这个经差已经运行很明显 而且呢 红柱开始放大 就是MACD红柱开始放大 所以我认为作为先行的科创版指数 它这个反弹周期是有效的 这个反弹周期是有效的 就是科创版的这个反弹周期是有效的 我认为是有效的 而且它今天也是率先在50均线之上 所以那如果说科创版50指数 因为它是先跌的嘛 对吧 它是先调整的 它先起来是有效的话 因为包括今天 它的重心是上移的 就是低点没有昨天的低点来的低 高点比昨天的高点要高 昨天的最高点是738点 今天是742点 对吧 所以实际上 科创版这个地方是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市场还是弱 对吧 对大家肯定要关心的说 那为什么市场还是弱 因为我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 就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进入到反弹周期了 那么弱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就我们来讲一下 那我们回到上证 为什么没有走出这种反弹的模式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成交量 因为现在的成交量 也就8000多亿的成交量 是不能跟当时的成交量比的 对吧 当时的成交量有9000亿之上 就你不能跟当时的成交量比 所以呢 因为成交量的原因 就整体成交量的萎缩 所以导致指数的反弹 它的这个力度 或者它的强度 高度 都很难去跟这次批低 所以你后面 除非能看到成交量 包括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如果市场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不是说没有 一点可能没有 我本来想着呢 就是今天如果能扛住吧 就是 今天实际上几块啊 北向资金今天是大幅流出的 对吧 那么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原因吧 那一个呢 就是 昨天可能有个消息吧 对吧 就是中国也对 美国对中国的六家企业 做出了这个黑名单的制裁 中国也对两家在 这个中国境内的 有军工背景的企业 做出了同样的制裁 同时什么 冻结了他们在国内的制裁 所以这个事情呢 没有 就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 怎么说 就是没有看到这种 强力的宣传 对吧 但这个东西呢 反正就是 还是 就是有人可能会去 做一些这个 呃 猜测 对吧 那这个就存在一个 这个避险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海外 就是中东的这个 是这个地方 就是 到底伊朗什么时候 对以色列会有报复的行动 对吧 那么这也是 大家都知道 反正任何一次 海外的这种冲突 我们A股历来 都是要去这个买单的 所以这也是造成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厂内外的资金都非常的小心 其实就是避险 有点情绪很 很 很浓 那么甚至于说 我们看到这个 北向资金 还是在不断的流出的 对吧 那么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公布的PPI 跟这个 这个CPI的这个数据 实际上 也不尽如意 对吧 反正现在老美那边 也公布了CPI 我们也公布了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就不是特别的好 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数据上呢 也不支持说 这个 经济 复苏跟这个指数 能够形成共振的上涨 那么鉴于这块 再加上 本身四月又是个 交易难度极高的 这个月份 对吧 现在呢 互联网比较发达 就是 就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四月份可能比较难做 对吧 市场风格有所变化 然后又有财报季 又有月末效应 所以呢 就导致什么 就股票 你会发现股票板块 都提前跌了 就他等不到四月中下旬 就提前先跌了 那一月这样呢 一跌以后呢 大家就更小心了 因为你月头就这样跌 那你说月中月末 还怎么过 所以呢 就造成成交量快速的萎缩 就是没有人敢轻易的去 回补仓位 或者说是 这个会全力去做多了 对吧 所以你成交量就萎缩 成交量萎缩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大观望气氛比较浓 那么观望气氛比较浓 也导致了什么 就是 在反弹的周期当中 市场就走得很弱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对吧 就是有反弹 可能抛压也会比较重 然后呢 最麻烦的是什么 因为成交量的关系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定义过 8500亿的成交量 对吧 如果成交量低于8500亿了 实际上就是 电风扇行情要来了 又是赚得非常快 那么电风扇行情的 杀伤力很大 大在哪里呢 就是你只要追高 你昨天去买股票 我昨天还买了个20%的涨停板 今天就赚了点菜钱 如果不是早上快 就是挂单挂的快 扔掉了 还亏钱 就这个情况 对吧 那你说这个 是不是地域级的交易难度 很难的 对吧 我连续买的 20% 昨天也是 昨天 前天买的 20%的 被这个 被这个 万峰奥位的亏损 全部吃掉 对吧 几乎全部吃掉 万峰也是跑得快 如果不跑得快 跌停 对吧 今天还要记题 所以 确实 很难做 那么 那 你要说这个 有 有这个好的吧 也有的 那这个东西呢 我也知道 好 我也就这么说吧 我也知道 整个四月份 如果你手里拿着中石油 你都能跑赢市场 但问题是 我 我因为从来不做这种品种 虽然我知道 对吧 我也跟大家讲了 你们去看 比如说 你看这个趋势 你看资源 就看几个 对吧 有中石油 紫金矿业 洛阳木业 这些东西 谈心吧 就看这个 这个北方同业 对吧 这些 再加上黄金 就是看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本身趋势就没有问题 虽然 我会看 但有个 很重要的前提是 因为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交易 风格 都有自己交易的 这种 喜好 对吧 你不可能什么都好 你今天涨石油 你有石油 明天涨其他 就这个肯定不行 要数月有专攻 对吧 你就是 如果不在 市场本身 不在你的这种 交易范围内 那我唯一能做的 要不就是等 对吧 要不就是 只能是说 见缝插针 看看有什么 能够套利的 能做的 那做一下 只是这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无非就是 仓位的控制 对吧 就是市场好的时候 那仓位就大一点 市场不好的时候呢 控制仓位 仓位小一点 娱乐娱乐 对吧 只能是这样 所以你 就是 没有说一定的好 或者一定的不好 对吧 就是跟大家讲的 就是每个人的风格 不一样 就像市场的风格 也是一样 前两年机构赚的 盆满钵满 对吧 就是公募 这个也做得很好 因为那个时候 做核心价值 去年实际上呢 这个量化交易 做得很好 但是到今年一月份 全部回土 所以实际上 你不能说 他们水平不高 对吧 那就是 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周期 对吧 就是处在谁的周期里面 谁会更好 那最后我们也是一样 你 你不能要求自己 对吧 什么都能搞定 这是不现实的 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你只能是在自己 能够 这个有把握的方向 对吧 你自己有把握的 这种交易方式当中 去赚到市场 能够给予你的 这个收益 而且呢 还需要有些天使地利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 我也没去做黄金 对吧 但是我给了大家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嗯 银态 对吧 银态 银态黄金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业绩也很好 今天又新高了 今天又新高了 这是我给大家的 对吧 银态黄金 给大家的这个洛阳木页 对吧 都是在这个地方说的 你经历的调控缺口 这一段也收到了 对吧 那你说我做了没有 我也没做 我也没做 我也有趋势股 但我没选这两个 但我三翔做到了 对吧 三翔做到了 那天 那天大家可能还记得 周三的时候 讲课 我特地跟大家说了 没有了 一股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本身就是节奏的问题 那你说 早一天呢 你吃个涨停板 晚一天呢 你吃个跌停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你能够做的 就你能够做这种股票的 你就做 对吧 自己控制好 这个回撤 做不了的 那做做趋势股 也没啥问题 做做趋势股 也没什么问题 就各自的选择 就是 我也知道资源 这个品种 对吧 资源品种 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这个就是 污 那么 那么 这种反正就是套套利了 对吧 就是 反正你知道 他们 趋势没什么问题 对吧 就可以做 那么 呃 大的方向上 对吧 你也可以选择大的 就是我说的紫金啊 洛阳木烟啊 这些 这些大的东西 也是可以选择的 应该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那 我只是选了小的 对吧 就固态电子 也算是其中的一个 资源的分支 那 这些东西呢 就是看你自己 去看你是 怎么去 在一个 嗯 板块里面去选择 对吧 那么包括 趋势票 我也有 对吧 我也有 实际上 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包括 上次也跟大家举例了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是趋势的 随心家坊今天 藏了新高了 对吧 这里是很早就分享了 对吧 啊 大家可以看 就这种 其实就是趋势狗 啊 就是你 你这个 不是要追求弹性的 那么就趋势狗 那么像随心家坊 这种 还有没有呢 有 有好多 都就交过的 有好多 对吧 我自选里面 至少有十个 我 我这个 每天反正就看一下 对吧 这十个 目前全部都是新高 全部都是这个 就是阶段新高 对吧 我只是拿了一两个 给来 来给大家举例子 那么这些就是 全是趋势狗 我 我自己也配了一个 其中也配了一个 这种趋势狗 反正就卖 对吧 磨磨磨成成 涨一涨 回一回 那么这个就是 整个四月份 四月份肯定就是 四 四月份肯定就是趋势 对吧 还有呢 业绩 业绩们 就跟大家说了 对吧 像昨天的中国系列 这种 对吧 中国系列这种 看就很好 为什么 央企再加上业绩 央企加上业绩 就这种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 柳宫 柳宫也是的 对吧 柳宫们今天回一回 这种回一回呢 反正趋势没有改变 对吧 那回一回嘛 昨天也这么跟大家讲过了 一个柳宫 柳宫呢 弹性稍微大一点 弹性小一点呢 是三一重工 对吧 三一重能了 变成 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 对吧 这种 也是的 趋势票 对吧 还没加速了 那么这种呢 就适合去 缩量低息 缩量低息 这些反正就都跟大家讲过了 就你们 如果你想 就是在四月份 你说我要做 要有这个跑赢市场的 那么这些东西 肯定是方向 对吧 这肯定是方向 就业绩线 涨价线 那么能叠加 央企国企的 那相对来说 就比较安全 就这就是四月份 那么至于弹性 这些东西 就是因人而异 你能做 你就做 你不能做 就拉倒 这个反正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很多次了 包括黄金也好 石油也好 对吧 我做电视节目也好 跟大家分享也好 每次这样的都是 趋势没有什么问题 整个趋势没有 出现问题 对吧 无非就是你选哪一个 或者说是 你是选弹性的 还是选这种 类似于慢趣事的 对吧 慢趣事呢 适合大部分的人 弹性呢 只适合少部分的人 这个我们要实话实说 好吧 那 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 就是 最短的那块板 对吧 课创版 所以我认为 课创版 这个 应该是 短期来说 短线 短线来说 应该这个地方 是还要反弹的 还要反弹的 对吧 那么 讲到这里呢 就说 因为 我在其他地方 讲课的时候 也有人给我 老师给杠这种 哎呀 指数怎么怎么样啊 对吧 要破3000啊 什么的 其实破3000 不破3000 又怎么样 对吧 关键是 你不插这个几个点 你也不做骨子期货 最重要你要知道 现在是什么环境 什么环境 那我在这里 跟大家讲一下 短周期 就是你 你听我讲啊 我就说 我说的是短周期 短周期 我认为市场 已经进入到了 反弹的周期 对吧 今天实际上 你看战争指数 按照以往来讲 你说港股走的那么差 今天早上港股走的很差 对吧 都跌的 港股 恒生 恒生科技股指数 都是跌的 那么 这个 嗯 A股这边呢 又是北向资金流出 但很明显 你会发现 指数其实挺扛跌的 跌不下去 对吧 那既然跌不下去 这个反弹周期 就有可能延续 那这种延续呢 正常来讲 我讲的是正常 今天下午再震荡一下 我觉得周一还是要谈 还是要往上反 那也有可能 今天下午两点以后 会有资金会 抢先手 那么抢先手 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它需要有一个 起来的板块 对吧 就像那天 哎呀 飞行汽车起来了 当然虽然 第二天又又掉下去了 但是一定是要有这种盘面 就你要看 就下午如果是有资金来 这个做先手抢 抢盘 对吧 甚至把指数拉红 它需要有一个板块来带的 而那个板块 因为你想 今天早上涨的板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今天你们就是听我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要知道 我讲这些后面的逻辑是什么 对吧 那么今天早上涨的时候 就是今天早上指数不调的吗 对吧 涨的时候是涨了两个 一个是黄金 对吧 就黄金嘛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设备更新 就这两个 那么设备更新 黄金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就是曼卡龙打了20% 然后呢 保顶就是昨天供耗业绩的 今天直接就上板了 那么最好的就是那个 来生通灵 来生通灵我说了 对吧 我今天肯定还要加速 你看黄金的 金价的这个趋势就知道 要加速 那么它加速以后呢 即使要退潮 也是下周的事情 对吧 好 那黄金也好 石油也好 整个趋势也没有 出现很大的变化 那么好了 这个是黄金 还有呢 加电 对吧 这个 北顶啊 红仓啊 火星人啊 这些对吧 这个是做什么 精水器的 德尔玛啊 春兰啊 对吧 反正就是家电这些 家电是什么 就以修换新嘛 今天消费品的 以修换新 那么消费品这边是 家电家居 对吧 包括汽车 今天长安汽车 也是的 对吧 汽车 像塞尼斯啊 这些都是涨的 那么 博骏科技呢 也是因为业绩 业绩比较好 一季报的业绩 大幅值增长 好 那这个是跟消费的 有关的 对吧 也是涨的 但是他们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不是说他们涨了不好 我说的缺点是什么 我说的缺点是 他们没有跟指数形成共振 他们是逆指数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下午 指数要起来 他需要有个方向 叫顺指数 就顶指数 或者说是 他把指数带上来 就因为他的上涨 让指数也涨了 对吧 如果下午有这种情况的话 他需要有这个 所以你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一定不是今天上午涨的 黄金 这个电梯 对吧 今天涨的最好的就是电梯嘛 你就换心 电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电池 通用电梯啊 这个什么 这个煤轮电梯啊 对吧 快翼电梯啊 都涨停了 就电梯 都涨停了 那么今天下午来讲 肯定不是电梯 也不是这个黄金 对吧 下午的话 他一定要有其他板块来带指数 我不知道啊 哪怕是半导体加强 消费电子加强 这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加强了 他们就是顺指数 什么叫顺指数 就是他们 比如说今天半导体 板块到收盘的时候 涨了2% 我举例子啊 到下午收盘的时候 涨了2% 对吧 那他肯定带指数 带什么指数啊 带客战买指数了嘛 对吧 如果消费电子指数起来了 那他也会带创业板 或者说主板的指数也会回来 所以 包括比如说1-2股上了 那么主板的指数也会拉红 就我举例子啊 那我不知道 就你下午要注意那个方向 下午哪个方向有可能 这个 我们讲的叫有先手执行进场 对吧 就把指数给顶起来了 如果有 那很好 对吧 如果有就很好 那么这个板块很有可能在周末会发酵的 就这个板块在周末有可能会发酵 所以你要去看的就下午 比如下午2点 2点以后 对吧 有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 呃 我们要做好这个意愿 虽然啊 虽然早上的分时 就大盘早上的分时 这个分时啊 因为它是个载幅震荡的分时 正常情况下 今天应该 一整天市场就是个载幅震荡 但你要你要考虑的是 会不会有先手执行进场2点后 去把这个某一个板块给顶起来 从而把指数给拿起来 所以这个预案首先你要有 对吧 你有了这个预案 你才能看得清 就是你才知道 哦 什么东西起来了 就你心里想过的剧本 市场反映了 你的 你的这个交易就会变得很通事 或者说你就能赶上这个交易的节奏 我就这么说 如果你从来都没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你 这个事情发生了 你也后知后觉 对吧 就像以前我一直讲的 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 到了也不会喜欢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市场因为什么涨什么跌 你没有做过任何的预案 所以这些预案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顺指数 什么叫逆指数 对吧 一般来讲 今天早上涨的都是逆指数的板块 就是指数在跌 他们还在涨 叫逆指数 那么如果下午指数要起来 那就是一定是要有顺者指数的板块 就是他跟指数共振 指数涨 他也涨 对吧 或者说他带指数涨 那么这个板块 就有可能在周末发酵 从而在收益的时候 能够这个继续的崇高 那么让你 你只要下午赶得进去 那周一可能就会享受益价 这个是区别 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 就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考虑到是什么呢 其实第一个上证指数 对吧 很明显跌不下去 或者说还是有资金户的 因为昨天就来讲了嘛 对吧 你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龙圈之类的 可能都要停 对吧 然后呢 好像又在说 不让静脉 静脉出 对吧 不让机构静脉出 所以这些东西呢 反正就是大家 就是 嗯 就是很明显能感到 感觉到市场的 这个调控的这种力量 对吧 再加上村长上来以后呢 好不容易回到3000点上买了 他你说一次 马上就跌穿3000点 不太可能 对吧 就一下子跌穿 3000点不太可能 所以 我说了嘛 3000点如果未来要被击穿 就这个地方 也不是3000点 就这个地方要击穿 对吧 向下去 考验2900点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要进入到 下一个阶段 要不就是月末 要不就是五月份 为什么呢 就市场的风格再变一次 资源股补跌 对吧 红利板块 也出现调整 因为他们本身是在 四月里面走 做好了 市场风格出现切换 那么这个时候 有可能的 在切换的时候 就他们补跌 从高位补跌嘛 因为高位的板块 都要补跌 对吧 就像这个 这个 来生通灵 他也会补跌的 来生通灵 也会像爱金工 这些都会补跌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市场有可能会出现 一次共争的下跌 那么共争的下跌 如果叠加一些 外部的事件 他有可能怕 一下子就 就是打穿了 对吧 就甚至打穿 2900来一下 也行 那么这种呢 实际上就是 他在需要是一个 就是最后的 这个阶段性的 这个补跌 那现在还没到 那个时间点 时间点都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说强调 这个地方应该还有 反弹结构要走 对吧 我想的是 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最好能创个新高 再跌 那还要好 对吧 但现在看这个成交量 你要创新高 难度太大了 难度太大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对吧 这个就是反弹周期的 这个时间没有走 然后呢 我也专门说了 就是 000688的这个科创板指数 对吧 000688的科创板指数 那已经很明显扛跌了 对吧 就扛跌了 那么 他是扛跌了 先止跌的 所以下午的时候 我们要看创业板指数 对吧 如果创业板指数 也出来表态 这个要反弹了 那基本上就共振了 好 那么这是指的短期的 这是指的短期 这个把它弄掉吧 这是指的短期的 好 那我们讲一下 中期的 就对于 就是你可能说 对趋势比较敏感的 对吧 就是每一次 对趋势比较敏感的 那我给你几个建议 给你几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第一个 如果市场的成交量 低于8500亿 对吧 那你要选择的 就是降仓 你第一选择就是降仓 你先别管 对吧 比如说我原来 仓位是8成的 那就降到5成 或者5.5成 都可以 对吧 先降仓 因为成交量决定了 因为成交量决定了 容量票决定了趋势 对吧 整个市场就不会有什么 特别好的向上趋势了 因为成交量我也说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就是你把周线调出来 不管是什么指数 我们就拿上证指数来讲 对吧 你把周线调出来 如果指数跌破了 五周均线 对吧 就跌破了五周均线 原则上也是一样 你得降仓 或者说是 减少你的交易的频率 减少你的交易频率 你交易的时候呢 也是要控制仓位 这是一个 就是大前提 就是我们讲的这条环境 对吧 就外面狂风暴雨的时候 你竟然少出去 就这么回事 这是个大的前提 那么 因为有人说 那万一下周站上了 那站上了 你再做 对吧 站上了 你再做 这个有点像我以前 在技术课程上 教过大家的 对吧 如果一只股票 天天阳线 你可以拿着 出第一根阴线的时候 你就抛 你别管它洗盘 不洗盘 你先抛 如果抛完以后 它又拉阳线 你再买回来 对吧 看似好像这个有点像 好像我抛的低了 买的高了 没关系的 因为它如果说是洗盘 那就继续涨 还是阳线阳线 然后碰到阴线 你再跑 为什么 因为它阴线阴线 阴线下来了 就代表调整了 所以你抛的 也是第一根阴线 对吧 所以这种 就是一个概率 什么叫概率呢 就是你不太会 吃到大亏损的概率 就有点像 有可能你会卖飞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 吃大亏 所以你不可能 什么好都占到 就两头都要占到 就我们讲的叫 你最低价码也是你买 最高价码也是你卖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 我要规避风险 怎么规避风险 那很简单呀 对吧 如果我要规避风险 那就是说 我可以少赚 但是我一定不能亏 那么换句话来讲 我们讲大盘的环境 也是一样的 但凡他已经回到 五周均线之下了 你就第一时间降仓 因为你不能亏 对吧 或者说你要少亏 如果说 这个你看 他就是骗我的 对吧 就是下周又站上去了 好 那你就再买回来 那么站上去有个前提了 对吧 一般来讲 你正是要平量 或者说要比这个量要大 对吧 要有增量 如果不是 你也小心点 加的时候就少加点 那有人说 那这根可能量少一点 下一根补量了 是啊 那你就少加点 那万一没有呢 就跌下去了 如果说量补上来了 你再继续加 这样的话呢 你最多就是少赚点 因为如果他一直是 后面都是阳线 阳线 阳线涨的 那是不是你少赚点 第一根 因为加的量少了 你第二根才加的量多 对吧 就加的仓位多 那你就少赚一点最多 我说的这个都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对吧 我们不是针对某一只股票 我就是说一个大环境 那你最多就少赚一点 比别人少赚一根阳线 一根周阳线 好吧 但是你不会 第一个 你不会踏空 第二个 你也不会吃到亏损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降仓了 你没动 接下来又是一根阴线 把这个低点都破掉了 那是不是对你来讲损失就很小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你就 你就知道了 因为 你不可能两头都站好的 对吧 就有点像 你不可能说 我工作没有很轻松 我工资没有很高 这不现实的 你要不就是 选择轻松的工作 少一点的钱 要不就是选择非常忙碌的工作 多一点的钱 天天加班 钱肯定多的 只要你公司不倒闭 对吧 所以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跟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尝试都是一样的 但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想好 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跟小白去交流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好都要 今天三毛钱也要赚 明天三块钱也要赚 今天涨石油他也要有 明天涨这个芯片他也要 他什么都想要 这个是不可能的 也做不好的 就你得想好 是怎么回事 对吧 就我相对是个进攻型的选手 那我很清楚 市场有进攻方向我就做 但我觉得进攻落了 我就 收一小心点 包括我做的时候 常委也会压缩 就这么回事 那做进攻的人 其实大家都对风险是就是很敏感的 对吧 觉得不对了可能就要溜 但是做防守的又不一样了 做防守的不一样的 防守的人他是不不喜欢进攻品种的 谭新和娜娜不喜欢的 他喜欢的是趋势品种 那有趋势品种他就可能非常舒服 对吧 他愿意拿着 这个就是风格的不同 对吧 但是作为课程 就是我作为课程 我都会跟男儿讲 对吧 两个我都照顾了 而且都是特地写出来的 对吧 特地写出来 你们这个自己去看 也不是说今天 今天因为涨了 创新高了 跟大家讲 只是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 然后我们说回指数了 对吧 指数大家可以 现在上证指数在五周均线之下 创业板指数在五周均线之下 对吧 深层指在五周均线之下 那你就知道很显然 现在这个大环境 大环境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 调整的周期 那有人说他调整的周期 不是也有股票涨 是的呀 所以调整的周期涨防守型的呀 现在是防守型占优呀 是这个道理吧 那你即使防守型的股票占优 那你也要说小心点 为什么 因为整体市场是一个调整的市场 不说了吗 就大环境 那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市场的 然后再第二件事情就是看什么 市场的风格 如果是偏防守型的 你手里有防守型的 那你有防守型的股票的 那你可以持有 对吧 如果你是进攻型的 现在市场的风格又不再进攻型 这里边四月份 那你要大幅减长 因为为什么 大环境不好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个情况 当你看到这些指数 都在五周均线之下的时候 你第一件要想的事情是防守 防守分两类 一个是你本身有防守型的股票 它在走趋势那就问题不大 那你甚至还可以做做差价 对吧 如果你手里不是防守型的东西 你是进攻型的 你就得降仓 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你要控制风险就这么回事 没有其他的办法 好吧 所以这个是因为周线嘛 你看五周均线 它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那我刚刚讲的 跟大家讲的是日线的 什么叫日线 日线我觉得会有反弹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就是很明显跌不下去了 按照以往 大家可以看按照以往 昨天是一根冲高的长上瘾 对吧 是不是冲高上瘾 今天应该指数要创新低了 结果今天呢 深圳值也没创新低 上证指数呢 也非常扛跌 对吧 科创版指数呢 今天怎么样 还是什么 高点上移的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看着是盘面不好 三千多只股票是跌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扛跌的 包括北向资金 也今天大部分 所以短周期来讲 我认为反弹 也还没结束 就昨天开始的反弹 应该没有结束 应该还能涨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是短周期的 那么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成交量的关系 力度没那么高 好 把这些东西都讲完了 我们再来讲 今天半导体板块 就超跌的方向 超跌的方向 半导体 CPU 对吧 CPU呢 因为昨天英伟达涨的 CPU啊 夜冷啊 这些东西都是超跌的方向 半导体也是超跌的方向 然后什么那个高速铜 这些超跌的方向 都表现得不错的 对吧 包括存储芯片啊 这些对吧 都是这个半导体这块 就超跌的方向 那么 超跌的方向 里面 军工板块也是超跌的 对吧 这个半导体也是超跌的 包括 这个人工智能AR 今天是涨了CPU 那后面还有算力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有 所以原则上来讲 如果说 后面要跟指数共振 那么这些板块应该还有机会 就是包括半导体什么 还有反弹的空间 那么所以实际上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 在下午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去观察 对吧 到底什么板块起来 是补什么最好了 就是什么板块能起来补最好 实在呢 你说我要打点提前量呢 那我觉得什么半导体啊 这些有 就是今天已经开始很明显跌不动了 对吧 前面超跌跌不动的品种 我觉得加点仓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你手里比较有的 你加点仓 那么 或许后面能够给你赚个差价 但是涨了以后 你还是要扔的 就涨了以后 你还是要把这个加的部分去抛掉的 那么像今天你看 涨幅第一第二名的 对吧 金城股份 这是一季报业绩非常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季报的业绩非常好 对吧 增长300%多 第二名的也是业绩票 也是业绩的 瑞兴威也是业绩 那也是业绩 对吧 都是业绩票 纽亏为赢同理 都是业绩票 去年一季度才是亏的 对吧 那么位置比较低的 有业绩的 那当然是不错的加分项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半导体这块 实际上从目前公布的业绩来看 包括德明利亚之间公布的业绩 虽然跌停 但业绩还是不错的 对吧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半导体的位置有比较低 如果等到半导体 后面陆续陆续 还有公司公告业绩 都是比整体预期要好的话 那有可能半导体板块 将在二季度 对吧 就在五月份 以后 半导体板块都要起来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看看华为的这个 这个P70的手机啊 包括一些电子产品啊 能不能销售的数据 跟去年的P60这些 对吧 相提并论 或者说 甚至比去年的这个销售的业绩还好 还火爆 那那个时候就是 消费 消费电子这块就能起来了 那么消费电子商业就是半导体 对吧 所以这个需要跟踪 然后呢 一旦起来了 你就第一时间进去就行了 因为它本身位置低 因为位置低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它的位置本身就很低 比如半导体要起来 它的位置就很低 你就不用担心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半导体起来了以后 就半导体要起来 那当然能看得到的就是 科创版50指数的成交量 肯定能回到700亿之上 那么这个是一个共振 对吧 要要就是 嗯 这个基本面逻辑符合了 市场的资金认可了 那你就跟着做就行 短期跟着做就行 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短期啊 我就讲了短期 短线的东西 短线的东西呢 因为就是 呃 超跌嘛 对吧 就是超跌 那么 呃 市场调整这一波 本身也是一样的 但短周期的风格不可能 整个的市场的风格 四月份不可能是 又回到成长股这边 但是因为超跌了以后 它就会有反弹 那既然会有反弹嘛 那么就是往超跌的方向去 潜伏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包括旅游板块 今天调整了以后 对吧 旅游板块调整了以后 我觉得 也可以 也可以考虑 对吧 也可以考虑 就是因为旅游 还没到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在 4月20号前吧 呃 应该还能折腾一下 对吧 还能折腾一下 那么 旅游股 还有机会 那因为 博弈的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五一的这个 出行数据嘛 对吧 包括昨天的这个什么 这个工程机械板块 对吧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就已经解答大家了 对吧 那应该也没结束的 这个肯定也没做完的 因为为什么 有业绩的当然最好 对吧 就是又有业绩 又在走趋势的 那么这种品种呢 反而回调是 都是机会 所以你要 跟这个 就是我说的 跟业绩挂钩 最好跟央企国企 业绩挂钩 然后呢 整个板块 又在走趋势的 对吧 有的吗 有什么出海的 这个利好 对吧 就是数据比较好 这些东西 那么再加上 怎么是 这个薪资生产力的 另一块叫设备更新 也轮得上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都有 就是都能叠加在一起 那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完完全全的 这种加分享 那么 剩下最重要的一块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成交量 对吧 因为如果没有成交量 就是成交量这块 回不到 8500亿以上吧 对吧 我当然 我是希望看到9000亿 那么这个板块 轮起来就非常的快 就很难受 一天轮一下 一天轮一下 对吧 就大部分的板块 是走不出持续性的 大部分板块走不出持续性 那么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叫什么 固态电池 跌幅第一 对吧 昨天是低空经济 跌幅第一 那么这里啊 这个之前就低空经济 固态电池 顺周期涨价 对吧 现在这两个基本没了 就这两个没了 固态 固态 我觉得还要调一调 这个位置上不行啊 就是靠今天一天 肯定不行 还要调一调 那低空飞行嘛 这个低空经济嘛 短期基本上不用看了 因为你这个杀伤力 昨天的事 杀伤力太大了 对吧 很多筹码都都都散掉了 就肯定不行 那好 那现在这两个都不行 也就剩了一个资源 资源呢 就是有黄金啊 石油啊 这些小金属啊 对吧 现在还在走趋势 那框靠一条线 是肯定不够的 因为即使你是个存量 它也不可能是一条线走到黑的 更多的是轮动 对吧 无非就哪条线更强一点 一条是主线 一条是腹线 那么今天从目前的 这个情况来看呢 腹线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设备更新 腹线应该是设备更新 因为设备更新 牵涉的面很大 对吧 就包括昨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工程机械 实际上它也算是设备更新 你用了十年的挖掘机 你要换了吗 对吧 举例子啊 那设备更新的又比较多 工业的 对吧 就是我们说制造业的 服务业的 对吧 这些都是设备 民用的 对吧 电梯不就是那个吗 跟房地产相关的 建筑类的等等 它都有设备更新 对吧 高端的 低端的 反正就是很多 那还有什么呢 那实验室设备 也是设备更新 医疗设备 也要设备更新 养老设备 也要更新 其实它的范畴 非常的大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了消费 对吧 消费的更新 就汽车 家电 家居 这些东西 所以它这个面 是很广的 所以我觉得 资源 可能也是个面 很广的 小金属 普通金属 对吧 稀有金属 等等 那这个是涨价 涨价 然后是化工 化签 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它的面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大的面就是什么 就设备更新的面也很大 因为设备更新更多的 其实也是拉动 内需 对吧 所以目前来看 在这个低空经济 这个退潮调整 在这个固态电池 可能炒作比较高的 这个完了以后 后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 看看那个 就是 怎么说 就是看看 设备更新这一块 设备更新这一块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 目前 我觉得反正 还能 持续的两个 两个方向吧 就这两个方向 其他呢 更多的都是 更多的都是轮动 更多的都是轮动 好吧 那么 本来因为 我也说一下 因为正好有人问嘛 对吧 有人问 去年我们做年课之前 其实我想过的就是 或者说 阶段性的 一段时间的 给大家看看 我选的 股票 自选股 对吧 但后来我就基本上就 没有 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正好我们有个学员来问 对吧 解释一下 原因就是因为 在我们这个 地方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 这个课程 这个地方 已经出现了这种 有人 卖股票的情况 就你说什么股票 他就拿着这个股票 卖出去 这个就很 很麻烦 对吧 所以呢 那 就是希望说还是保护大家 对吧 不然的话你每次你一弄 人家就把你卖了 人家搞了 你也不知道某一只股票 到底多少人在里面搞 对吧 你搞不搞 讲不清楚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吧 就是我尽量能讲一些逻辑 讲一些方法 对吧 把这个就是尽量交钓鱼的本领吧 少说个股 特别是小票 对吧 我基本不提 现在都不提 你们也知道 其实 有些东西我能做 对吧 但是我也不一定会讲 甚至根本就不会提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反正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 对于大部分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的学员来讲 我觉得你得先把这些基础的东西 这个搞清楚 对吧 基本功要学扎实 至于以后有什么更高端的 我们到时候再说 对吧 就是说线下活动 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讲 就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也说一下 就是 不要老是觉得就是好像 哎呀 我这个能买吧 我那个能买吧 对吧 你对你自己所有的交易 就是你成功的交易也好 你失败的交易也好 就 你现在可能复盘 对吧 因为是我带着大家在复盘 每天都是我带着大家在复盘 但是你自己也得复盘啊 你自己复盘是两个 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我复盘的内容 你看一下 哪些东西是你要明天 为交易做准备的 对吧 不管是中线 长线 短线 你都要看一下 对吧 哪些是我说的 你这个中期什么 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你要复盘 复什么 复你的交易得失 就是你今天做的交易 你赚钱来就亏钱了 亏钱为什么会亏 亏在哪里 对吧 是因为市场不好 对吧 正常计题 还是说 是因为我自己交易失误 或者说我根本没看清楚 本来不应该买的就买了 不应该卖的卖了 对吧 只有这样不断对自己每天的交易做复盘 对吧 你只要有交易 你就要做复盘 成功不成功 你都要做复盘 你这样才会提高 不要老是什么 你赚的钱也不知道怎么赚的 哎 我正好听到了 你说这个股票我买了 所以他赚钱了 然后亏了呢 也不知道怎么亏的 你这样浑浑噩噩噩一年过去了 啥都没学到 对吧 所以这肯定不行 现在股票难做的地方就在一次 那你不要以为 这就是机构就水平高 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两年 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 赚钱的非常少 为什么 我说了这个市场 这大环境大的情况 是 就有点像 是非常不好的 对吧 不然的话也不会频频发生这种 股灾级的这种 弄不弄几千只股票下跌 是吧 所以 不管是公务也好 私募也好 其实 收益都很差 绝大部分的收益都很差 那你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那你说这些人要钱有钱 对吧 要 调研有调研 反正各方面的资源都要比我们好 那他们为什么会亏呢 所以呢 说明大的环境并不好 那如果大的环境并不好 你要想在这个市场 或者说在这个市场里面 生存 那你是不是要武装一下自己吧 至少要武装一下自己吧 而且你武装好了 对吧 其实 我觉得你有些东西你做 就学到了以后的 不比他们差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资金的体量比较小 所以你不需要顾及说 哎呀 这个股票的容 有多大的容量 我进得去进不去 基本上都能进得去 对吧 所以这是普通投资者的优势 作为机构 他手里拿了几十亿的资金 他肯定是要考虑 怎么配 对吧 要这个怎么 怎么稳定 甚至要做对冲等等啊 那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只需要知道 自己擅长什么 哪些 哪些方向 是能做的 哪些可能我要规避的 对吧 怎么来控制下风险 用什么方法来 这个规避一些 这个不必要的回撤 你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做到就行了 对吧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尊重市场 当市场是防守的时候 你能做防守你就做 如果你不能做防守 那就停止进贡 就这两种 没有其他的 对吧 就是你要识别一下 这个市场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吧 那至于怎么识别的 我也教过了 对吧 就是我说了 你能做防守你去做 没有不好 就能赚钱的都是好的 对吧 如果你在银行股里能赚钱 恭喜你啊 你继续在银行里赚啊 我没做不好 我说的是我 我不做银行股 因为我不擅长 对吧 就有 我举个例子 有人呢 就擅长做手工活 他烧饭也烧得很好 对吧 这个 这个做什么手工的活 也做得很好 画画也画得很好 但有的人就不擅长 怎么办 你让他画画 他就画不好 不然的话 全世界都是画家了 对吧 他总有擅长跟不擅长 那么你尽量就是规避那些不擅长的 然后发挥自己擅长的就行了 不要想做一个全能选手 我没见过全能选手 所有的全能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真的就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小白进来股市的时候 他什么钱都想赚 只要你讲 不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再涨 他就觉得你是傻子 你这水平很烂的 对吧 他从来没想过 人家量化的人 做量化的这种模型 都不考虑基本面的 他只考虑对手盘 对吧 那你说要这样 在这个 讲基本面的人的眼里 这帮量化都是傻子 对吧 不懂的 对啊 人家不懂的就能赚钱 所以就随着你在这个市场上待的日子久了 你见多识广了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去赚钱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股市没有速成班的呀 你没有一两年的时间学习沉淀 你搞不定的呀 这个事情 对吧 但凡想走捷径的 最后都是刚开始赚钱 后来就是亏钱 然后钱怎么亏的都搞不清楚 对吧 搞了一大圈 最终还是什么 原地逃步 好吧 所以 今天反正就是有时间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 短期的也跟大家说了 最快下午两点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正常我觉得下周应该还能反一反 下周还能反 只是成交量决定了这个反弹的高度 没有成交量肯定是 不行的 好吧 然后呢 包括看好的方向 哪些趋势可以低息的 也跟大家讲了 好 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所以 呃 大家选 选完以后别人把它卖了 那你说怎么弄呢 这个事情 没法弄 对吧 所以 呃 交过了 现在交过了 对吧 龙头二波 现在 今天应该会有一两只股票符合吧 符合这种龙头二波 那么到时候你下午就自己盯着看一下 有时间的就看没时间那就拉倒 啊 好吧 那么呃 其他就没什么了啊 其他就没什么了 呃 整个来讲反正 现在还是一个偏 偏 偏弱势的这个修复 然后呢 板块 轮动的比较快 啊 再次强调啊 多看看业绩 四月份多看看业绩票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有的像近战视频啊 这种 对吧 你看 虽然他是 昨天没有拉到长停 但今天他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 对吧 整个来讲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就这种就是业绩好的 就有业绩的好处 那么 即使有些业绩票 可能短期 因为市场不好 他也调了 但是等到市场回去的时候 他也又回来了 啊 又回来了 那么 业绩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啊 最好是 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今天的那个 看一下 有保顶科技对吧 保顶科技啊 大家看一下 保顶科技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为什么今天保顶科技特别强啊 保顶科技给大家看一下啊 保顶科技大家看到吧 归属 我公司的净利润是吧 是五千万到八千万 对吧 大概这个意思 五千万万到八千两百万 同比增长 这个 四百多到五百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到过去的时间点 这是 这是 这个2021年 一季度是两百多万 这是20 这个 22年一季度是 164万 这是去年亏损的 那今年是多少 今年是五千多万到八千多万 他在过去三年里面 就今年 就过去的三年里面 今年的一季报是最好的 那这就是百分之百的加分项 对吧 那我说过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那百分之百的加分项 那位置比较低的 对吧 本身位置不高 位置比较 那自然而然 再加上有些黄金属性 自然而然 市场就会给他 很好的一家 对吧 所以那你要去找 就是我跟大家说 你要去看这个一季报 你要看 你不但要看他 今年的一季报 跟去年相比 还要看跟前面几年 对吧 去相比 如果他 甚至于超过19年的 对吧 三四年里面最好的 这种一季报 那么这种股票 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你手里有的 你就可以拿着 手里没有的 你比如说他调整了 你可以折机买入 那市场好的 这个回来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 震荡想上 所以季报 都是要参考的 你要参考 他是不是在过去 三年里面是最好的 这种 这种季报 才是好的 对吧 你不能说谈话一些 就 就是因为比去年好 去年是亏的 但你看前年是赚钱的 结果你的这个 就讲的难听点 像你这个中位 是不是没有上来 对吧 就你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季报 那么市场就会有这个同向的比较 所以这再加上我前面教过大家的看这个 比如说看 毛利率啊 对吧 是吧 看这个就是扣费净利润啊 对吧 看这个研发啊 看这个 就是公司的这个销售的费用啊 等等 把这些东西都并在一起看了 那挑不出什么毛病 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值得做 就是业绩跟踪 那么再加上是什么 就是要有净利润调控缺口那种 那当然就是最好的品种 对吧 即使刚开始买不上 你后面买上了也能赚钱 好吧 那今天这个中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啊 嗯 嗯 嗯 完成了